到今天的狀況來講 大概就是你說我家有黑道 你家才黑道 那就變成這樣 你講我們家幾個 我就點你家幾個 我先講一下民進黨的狀況 因為民進黨這一次在被提起說 是不是跟這個黑有關係 老實講第一個是外界的批評 那外界講更白就國民黨的批評 第二個其實來自於民進黨黨內 其實也有人對這件事情開炮 所以這個事情為什麼會燒得這麼大 因為有人認為這次的二零二二的大選 會輸某種程度 也跟被討論到這個會有關係 就直接講說是進到陳時中的這個團隊 所以這裡面是因為 當然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是民進黨黨內自己的人批評的 那個力量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會比較大 尤其那個力道 那所以看起來今天 比如說以今天新的發展 就因為很多人去針對黃成國 那黃成國就也就出來講 就是說如果他他的承擔 是可以讓大家覺得怎麼樣 OK啊 那他就承擔了 所以他有講就是說 接下來他也不會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覺得這件事要這樣處理的話 那就是以後他什麼活動啊 什麼什麼他也就都不參加 那就讓黨裡面去調查 那我必須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真的回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臺灣並沒有禁止說 你今天有案 過去曾經有案 然後呢 你今天就是已經負 已經負了 你該負的這個責任 從此你就只能鎖在家裡面 就門都不能出 然後什麼事都不能做 其實我今天講說 我們我們選舉沒有這個規定 那你也可以從事任何東西 所以以前大家都講說 什麼更生的 你看像之前國民黨 那個吳敦義 也是被問到說 他也都講人家都更生人啊 你們是要做什麼文章 但是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是一直努力的 在這件事情做了 那我覺得這個就會變成 就是說OK 那你今天告訴大家 那真正你要求的標準是 這些人都不能怎麼樣嗎 所以今天網路上 還有人在傳說 那我們就乾脆修改選罷法好了 以後有過案底的 曾經有過怎樣 通通都不准選舉 那你要立這種法 所以比如說 民進黨今天被質疑 這一些包含到吳怡農 因為過去有質疑 講說在那個北投案裡面 那有這個怎麼 趙介紹他們 其實就是有涉入到裡面 所以是質疑說 那你這個吳怡農 你自己本身 你要參選 或你有很多的活動的時候 旁邊都站著 這一些有曾經被質疑過 是有黑底 或者被質疑說 跟黑這個自由扯上關係的人 那所以就延伸說 延伸說 那你吳怡農本身 你們是不是就是跟黑道要掛鉤 結果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就回來打 就說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大家一起來盤點 你看這個網路上 就開始有人盤點說 哇 那如果今天要這樣講的話 那你今天國民黨的 從政同志裡面 到底有多少人 你自己過去也有這些案底 我就一直在強調 這都叫做過去 或者被質疑 那現在基本上 這些人大概都沒有 應該都沒有了 那所以我就講這個的標準 他如何去定定 這個很麻煩 比如說王鴻暉 因為王鴻暉一直在質疑 講說你們這個 這個吳怡農怎樣 國民黨也是拼命在質疑 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講說 這是民進黨的敗血 解討 說要找出什麼戰犯 我才不相信說 國民黨的人在講 這件事情是要幫民進黨檢討 就是核心草 那沒有嘛 這一定就是政治上面的語言嘛 所以我就拼命弄你弄你 然後讓其他人知道說 哇 你不好 我覺得那個手段是這樣 所以民進黨現在就就開始回來質疑 講說那你國民黨 國民黨 因為比如說他們最近就質疑說 那你葉林傳 葉林傳自己本身 那你的狀況是這樣嗎 你的家庭裡面 是不是也有這種爭議 那王鴻暉被問到的時候 王鴻暉的說法也很特別 他說那葉林傳也經過選舉啊 那經過選舉選票有證明他 所以那一塊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他的選民服務 他的問政跟家族沒有關係 那如果用同理可證的話 因為這個是邏輯是國民黨的回應 那如果同理可證 那你是不是也要找出來 就你們現在質疑的這個人 比如說吳英龍 他真正自己跟這些是有什麼關係 就講說你做什麼臺北市黨部主委 什麼什麼 那結果現在都一大堆 你們這邊也有什麼主委的 也有什麼的一堆 所以我覺得這簡直是你老實講 他就是亂的 亂的意思就是說 真正在批評跟質疑這些人 是真的在乎這個黨好嗎 我想國民黨去講說 幫國民黨幫民進黨清黨 那誰知道你的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今天到現在為止 但民進黨必須要處理一件事情 我認為民進黨要說服的 其實是他們現在口中說 在這一次二零二二選舉裡面 因為有人對民進黨失望 所以這些人沒有投票 這個講法後面的那一層意思是 那我二零二四他有機會 還是會出來的 他不是跑掉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爭議這麼大 我覺得民進黨在面對這個爭議上 不是要去滿足國民黨 因為民進黨也不在乎國民黨 不然就不會你講我家 我講你家這樣子 可是你能不能透過這些所謂的 大家眼中認為的改革 去說服那一些可能真的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受到這個議題影響的那些選民 或者影響的那些支持者 願意相信民進黨 他跟別人不一樣 或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反而在考驗民進黨 將軍在這次參選的過程當中 有感受到這一次 包括整個打的這種氛圍 像現在大家都來講說 尤其這次補選 藍營一直猛打 就所謂的黑道破口 這樣這樣一段 這一段在過程當中 因為等一下也會請問一下趙豪 這一段因為自己參選的過程 真的那個這一次整個民進黨敗選成這個樣的話 這個會不會是氛圍的其中一塊 可是這個一路打到現在 尤其吳亦農一出來 吳亦農當初對決蔣萬安的時候 雙帥對決 但到了今天怎麼搞得跟王宏 位移對決 大家打的都是在打黑道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變這樣 這當然二零二零年吳亦農跟蔣萬安的對決 跟現在是不一樣 因為蔣萬安在二零二零打的模式 跟吳亦農他們兩個的形式一樣 不潑黑水 不互接蒼八 然後君子之爭比誰帥嘛 比誰的這個渲染力強吸引力強 所以當時兩個人都九萬多 好像吳亦農了一萬多票 對 輸了一萬多票 那就是君子之爭 但這次不一樣 這在面臨的是一個 在政壇裡面是蠻會選舉的 而且在這一次二零二二年 他是打響了國民黨對民進黨的第一個攻擊手 就王洪威啊 論文啊 對 然後在法院門口 幾乎都是他的 從論文到周玉寇 都是他打響的 對 所以他打的並不是一個正規的選戰 而是一個隔山打虎 他從臺北市打桃園 然後打響的時候 再回到法院前面 再跟周玉寇來一個這個犀利的對決 所以他的這個政治的細胞 遠遠超過蔣萬安 那更不要說吳亦農了 其實吳亦農的政治細胞 我覺得還不如蔣萬安 因為吳亦農是一個非常 非常美化 美式的一個一個孩子 他應該六七歲吧 就到美國去 一路一路 你觀看吳亦農在這兩天 當然王洪威 就藍營 應該講藍營也有 也有一直不斷的在把這件事情渲染 就是那個聯訪的那件事情 你就知道吳亦農是比較美式隨性 他是 因為 因為你去看那個時間 聯訪的時間 或什麼跟吳亦農的回應 其實吳亦農的幕僚應該要注意這些 因為跟媒體記者之間這個時間 可是他的回答就是 那我們覺得就是九點 現在是九點零一分 他回答就是很率性 對 他回答就是很率性 他覺得我沒有錯 我沒有錯 可是被解讀就變成說 你看他的人設全毀 他這個相當的不尊重 所以我覺得吳亦農 他他所面對的王洪威跟蔣萬 他曾經打過選舉對手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吳亦農 如果要採用反攻的方式 我不認為他的反攻的方式 打得過王洪威 那老手嘛 吳亦農就菜鳥嘛 吳亦農要把他的強點 強項來說出來 那但是你在說出你強項之前 他現在還是用一個說一個肥皂箱 然後開始做接獎 然後很多人來跟他合照 我跟你講我選舉過 就算現場再熱 來了一百個人 來了兩百個人 我告訴你 那個要化為選票 不會百分之百 當然 能夠一百個人裡面有十票會投給你 跟跟你照相是兩回事 所以說吳亦農 千萬不要陷入這種村 最近他又宣布結婚了 可能會跑掉一些票 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如此 他所面臨的選舉 跟上次講完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講這個黑道呢 我覺得沒有道理 還有人說 那你們民進黨要的話 你們就立這個黑道條款啊 所有這些更生人犯過錯都不准選舉 這不人道 我覺得不對 我個人覺得不對 你真的要列說犯過錯的人 永遠不能選舉 我覺得這不人道 不是啦 黑道的問題 不是在講你以前有沒有過 有沒有過那些案底 或是前科 應該是講你現在是不是還是黑的 黑道的定義 這個才是最最重要的 黑道的定義 不是你犯過錯 而是你還有沒有在從事 黑道工作 我覺得這才叫黑道定義 不能說你曾經 你曾經做過事情 然後被關過 就是黑道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你有沒有金盆洗手 你有沒有浪子回頭 才決定你是不是黑道 如果片面說 你被管訓過 你被關過 你就是黑道 我覺得這對更生人不公平 所以我覺得黑道的定義 要非常的清楚 那麼現在你假如是抹黑人家說 你是黑道 我覺得要拿出證據 就跟當時高環講的一樣 例如 例如你講出來嘛 你說我是黑道 你說我的黨員是黑道 你說我的成員是黑道 你舉出具體的證據 他有沒有正在從事賭毒黃黑 這些事情 你如果可以明顯地立出來說 他有過 那這個就百口莫辯 如果沒有 這就是抹黑嘛 剩下六十天選舉 這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啊 因為你如果沒有很明白地給他反駁 給他講清楚 那人云亦云就說 看你長得一表人才 原來是黑道 那很吃虧 所以我覺得 威農你要對於他的反擊 不是說你看國民黨有多少黑道 我覺得這也不公平 那些人都被關過了嘛 都已經浪子回頭 金盆洗手了 你說他是黑道 我覺得不講道義 那你要請王衡會說 你說我是黑道 請你舉例 誰 你說黃成國 黃成國正在從事 哪一類的黑道行為 他是擺高利貸 還是這個荼毒百姓 還是這個從事色情行業 你講清楚 如果沒有你就抹黑啊 你就要道歉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二零二二選舉 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過 不能這個抹黑或是撒黑水的延長賽 那樣子選民會煙霧 那會讓投票率更低 投票率更低 其實對雙方都是傷害 因為你是一個沒有高名義基礎的立法委員 未來到了立法院去問政 你的基礎在哪裡 人家是因為不想選你 讓你當了選 那你當了選 你沒有名義基礎 你所立出來的法 我說句實話那也不進客觀